ゆ姉姨 función the один 那些作品十分美麗 好像真的是一道 müssen 別越牢獵了 我們在錄影教 Som Brigger ard 各位同學,我是小主持林曉ґ依 我是小主持 許亭威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三位六B班的同學 來介紹一下他們的興奠套作品 在我身邊的是 Hello大家好我是六B班的李徐喬 Hello大家好我是六B班的葛姨婷 Hello大家好我是六B班的陸永兒 那你們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作品 和你們最喜歡的作品呢 沒問題 我的作品多大都是小食和甜品為主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四個雪糕杯 因為呢 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和很多裝飾在他們身邊 那我做的興套作品呢 多數都是甜品為主的 那我最喜歡的興套作品呢 就是這兩個 那它們呢都是一些有餡的蛋糕 那我就最喜歡做一些有餡的蛋糕 那還有我覺得呢 這樣就很有層次感 那它的裝飾都OK的 那我都是做一些關於甜品 或者食物的店舖 那我最喜歡就是這些的糖果的類別 那因為呢它做出來都很像真的桌子一樣 而且是七分之肥的肥皂面 而且是七分之肥皂面 是否很難製造的 不是的 低年級呢就可以製造一些像這些 簡單一點 不需要那麼多裝飾的 而高年級呢就可以製造一些多些裝飾 那你們在製造興套的過程裡面 那你們在製造興套的過程裡面 又學到些什麼呢 那我就認為是可以學到 即是增加我的創業力 那因為它那些裝飾呢 其實是給你自己四處擺的 那所以都是可以學到一些創業力 那我覺得呢 那製造興套呢 就可以訓練我們的耐性 那就是例如這個 那雖然是一件很小的蛋糕 但是都需要十至十五分鐘去製造的 那我就覺得呢 我可以來學到細心一點 就好像製造這個的綿花 那樣 那就要用很細心的 慢慢把一塊一塊的花粉 這樣黏在一起 現在他們還會為我們 即直示範製造一些簡單的作品 各位同學要留心看啊 那我就會示範給大家 大家看看怎樣製造這個的綿花糖 那呢 那製料就有 一塊淡黃色的青黏土 那一塊粉藍色的青黏土 那一塊粉紅色的青黏土 和一個壓板的 那現在開始了 那首先呢 就把每塊不同顏色的黏土 就撕一點點出來 那麵頭呢 那就可以用這個壓板去做它的小型 可以再用手的粉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三條的黏土 就黏在一起 然後把其中一條放在上面 然後呢 我們扭 然後呢 那這樣完成了這些的綿花糖 那些作品真的很精美啊 分到家裡也試試做先 各位同學 想不想透過我們校園電視台 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呢 遊戲唱可以通知我們校園電視台的負責老師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